人在外边,身份是自己给的,东方邪恶无师 同事的朋友去外国旅游,坐缆车的时候被一个小男孩抵中指还咪咪眼 于是他对小男孩施展了几个手势,然后冷笑地看着男孩 过了一会儿,他爸妈压着男孩来道歉,并且神情紧张地,希望能解除给他孩子下的诅咒 我学中医的,旅游的时候被一个老外插队,还开黄枪 我按了一下他手上的穴位,整个胳膊都发散,然后被我吓哭了 出国旅游不会外语,有人做咪咪眼,我牙医女敢出血 正好假装咬破手指,面无表情的画幅,吓死他了 我留学那会儿,同学们下令人做饭,我做菜的时候掏出一个小纸包 一边把里面的十三箱撒进去,一边看着大家笑 然后我说,你们吃了这道菜,就会被我的料理控制住 他们吓完了,不敢吃,又特别爱吃 学到了,以后出去玩就这样放生